我只想把一段短信放出 请你们当你观看电影 请不要介绍他 对 没有介绍 蜘蛛人主角录制影片 拜托大家不要爆雷 因为这一集有太多的彩蛋 如果讲出来破功 电影就失去乐趣 蜘蛛人无家日 台湾抢先美国两天上映 台湾的影迷遵守规定 尽量不爆雷 但是在大陆他们才不管 只要在微博打上蜘蛛侠三个字 全部都是爆雷 爆雷 爆雷 甚至还有关键的爆雷盗版画面 让大陆网友是欺诈了 不小心就会知道剧情 至于盗版更是不用说 目前在大陆是满天飞 即使画质很差也无所谓 因为蜘蛛人在大陆不准上映 他们只能看到盗版解解馋